另外針對中間選民的部分 誰有南瓜比較多中間選民的青睞 依舊是蔣萬奪得第一 有27.2% 第二名換人做了 是五黨籍的黃珊珊 有25.9% 陳時中落後非常的多 只有12.8% 為什麼呢 其實也因為他的仇恨值特別高 時事評論員周韋航分析說 其實蔣萬為什麼能穩定領先 主要就是因為國民黨的基本盤 他都有顧到了 再加上他頻頻攻打這疫苗議題 可以讓他領先陳時中很多 所以他也認為說 現在蔣萬的最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不要讓知識者覺得說 蔣萬民調很高 最後不出來投票 這樣子蔣萬可能就會被翻盤 另外他也說 他認為如果選情比較熱 投票率從六成來到六成五的話 陳時中最多只能贏2萬票 但是蔣萬跟黃珊珊 可以贏到4萬票 所以他認為選情冷對陳時中 是比較有利的 再來回到黃珊珊身上 黃珊珊現在雖然是位居第三 但是年輕族群支持他的人非常多 所以黃珊珊陣營現在也調整戰略 他們認為剩下兩個禮拜 應該要增加陸戰 所以週末造勢還會有車隊掃監 就是要回到過去 他當明代的時候 這種親和力的形象 但他的弱點是什麼 就是他缺乏鐵粉 再加上他的選舉語言跟柯文哲重疊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向幕僚也建議說 應該用感性訴求來突圍 那麼在這麼熱熱鬧鬧的場面之外 新北市選情目前呈現什麼樣的態勢 我們再次把鏡頭交給記者邱宛柔 相較於台北市長的選戰 隔壁的新北市選情似乎就冷一點 因為多數選民都認為說 這一次應該就是侯友宜能繼續連任 不過林佳龍的核心幕僚 他們就分析說 這票還沒有開出來 其實還不一定的 而且他們認為說 現在整個新北選情 藍綠議員的選情是在伯仲之間的 另外就是這個選情熱度 其實是綠燒熱 但是藍偏冷 他們認為這樣子對侯友宜的選情是不利的 所以他們評估說 新北市長的勝負 大約應該會輸在 應該會輸贏會訂在20萬票之內 跟上一次2018寒流席捲的時候 比起來他們上次差距30萬票 但如果最後侯友宜真的贏 而且贏得比上次還要少的話 他們認為就是還是有達到 牽制侯友宜的效果的 但再來看到侯友宜這邊 侯友宜似乎也是認為 自己目前的選情是還不錯的 所以他也扮演了母雞到處趴趴走 像是今天早上 他就同台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鎮 要推出新北桃園的共同生活區 今天晚上甚至還有在新北市板橋 來辦一個六六大盛的肇事活動 要邀請其他六都的市長候選人一塊同台 那就扮演母雞的角色 就如同民進黨的蔡英文 不過他是不是有可能要選總統呢 其實侯友在被問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都會說他現在就是好好做事情 另外在對手質疑的部分 其實他們訴求的策略就是不會正面衝突 好 在下下禮拜六投票日之前 各黨又準備哪些衝刺活動 我們也請教婉柔 選政倒數只剩下兩個禮拜 那麼今天雙北市也非常的熱鬧 先來看到台北市的部分 民進黨今天晚上要在凱道 舉辦這雙北大造成 就雙北雙箭頭 那麼除了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 還有行政院長蘇貞昌 副總統賴清德 還有甚至是連高雄市長陳其曼 也會首次的來北上站台 要來叫大家呼籲 要來挺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陳時中 以及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看起來是非常的熱鬧 而且民進黨還預告說 黨主席就是總統蔡英文 會發表重要談話 那淡水河的另一端 也就新北市 我們剛剛有提到 國民黨今天晚上要辦 六六大勝的造勢活動 那麼黨主席朱立倫是一定道德 那麼地主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那麼其他五度看到 蔣萬安 張善正 盧瑟宴 以及謝龍介 柯志仁 通通也都會起居一條 他們說今天晚上大造勢要訴求 就是以同樂會開心的方式來舉行 再來看民眾黨 民眾黨則是從今天開始 要全台掃接敗票 一天一現市 所以今天早上可以看到 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也特別跟黨籍的候選人 一塊從高雄出發